現在我們來跟同學分享一下 到底你要怎麼找一些素材 因為剛剛那種方式當然就是他現在有提供嘛 那你也可以自己上傳 你可以選擇是自己的照片也好 也可以選擇怎麼樣 就是那個 你在網路上找的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免費資源有沒有 這裡面總共有14個 我先問一下各位 請問各位對於創用CC 我記得大學裡面應該都有上過這種課吧 不知道怎麼叫創用CC 創作跟使用 其實不是沒有版權 他還是有版權 他有不同的授權方式 那我先稍微講一下這一塊好了 因為其實這個不只是我們圖片 包括音樂還有各位比如說你寫報告 會不會用到別人的文章 也會嘛 那你在引用的時候 尤其是你要寫比較正式的文章的時候 就是你會做所謂公開發表的 交報告只有老師看到沒關係嘛 對不對 所以東超一點西超一點還好 但是如果你是寫比較正式的 可能你就要真的要引軍據點 對不對 你要告訴人家這一段的話是從哪裡來的 不然到時候人家就有的 會有說有爭議 那你可以看看這裡面有幾個 首先第一個 創用CC台灣這邊有 怎麼創作跟使用 你可以連結到這邊 這裡有官方網 交易部也有一個 你可以先點到我們 這個台灣創用CC計畫這邊 首先其實你在網路上 可能 這裡有懶人包有沒有 現在大家都喜歡懶人包有沒有 好 你往下看 最重要是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一些網站 你會看到這種圖示 這個就是 創用CC裡面其中一種授權方式 那我往上走呢 我們看一下 這個 創用CC 你點進來 一般你會看到這個 最常見的就是會有這 四種 這四種 圖示 好 這這種圖示 如果只有這一種的 最好 因為你只要告訴人家 這一段是來自哪裡 比如說文章 或圖片 或者是音樂來自哪裡 我從哪裡去引用的 這叫姓名標示 好 這叫姓名標示 那如果有這種的 就告訴你 非商業信用圖可以使用 也就是你個人的 或者像我們學校的一種活動 對不對 他不是商業性的行為的時候 那可以授權 好 那還有一種是什麼 禁止修改 也就是說 你拿了我 比如說我這段文章 你一定要怎麼樣 原汁原味 你不能跟我動的 或者我這張圖片 你就是要跟我一模一樣的 你不能把我在改某個地方 尾巴翹一點 這樣也不行 這樣就不是原作 就不是原作 所以呢 我們最喜歡就是只有這一種 這一種 那這樣我們再找就比較方便 好就比較方便 那這個是你先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有沒有 你看下面這樣有沒有 看得很清楚了 所以如果有這種標示的 對於創作者來講 有個好處 怎麼樣 你不用再問我了 直接看就知道了 對不對 不然你說我一寫一篇文章 或者我做一個 比如說海報 我可能用了六種圖片 或者還有什麼音樂之類的 我是不要每一個作者問 他光被問就問得煩死了吧 你也很煩啊 問了他也不回你 有沒有 那你到底是用還是不用 所以看這個就很清楚 那使用的人是這樣 創作者也是一樣 就 雙方就減少了這種 就是 溝通的一個落差 溝通這個時間 好 那你看了這個之後 我們再回後頭來看一下 剛剛這裡有一個 你看這裡 如果你要找這個創用CC的素材 你可以透過這個搜尋請去找看看 你就直接找關鍵字 找關鍵字就直接找 他會去找的就是這些有提供 因為這些網站他們都怎麼樣 有提供就是 使用者在上傳圖片 或者是他的文章 作品的時候 他有標示說要怎麼授權 就是說那個創作者 那這樣你在找的時候 那些標示就會比較清楚 那這是一個 另外呢 還有一個我覺得很不錯的是在這裡 我們剛剛是CC對不對 所以通常至少 大概會有個姓名標示 所以你還是要標示一下 那這裡有一個很特別的 叫做CC0 這種更好 什麼叫CC0 你看一下他的說明 可以商業用途 可以怎麼樣 任意修改 不用標示出處 代表怎麼樣 這種叫做人類共同市場 只要是人就可以用 呵呵呵 這樣不是更好嗎 拿了就走 我也不用管你了 對不對 所以你也可以找找這裡 這裡 這個是 有一個台灣人寫的收信 他找的 你可以點過去 點過去 他找的主要是來自這個網站 但是其實他還有一些網站也有在裡面 所以你可以找 那或者說你要找比較高解析度的 反正 從這裡找到的 基本上 就直接用了 就走 就帶走 這樣會不會好一點 所以說你如果在這邊 找 不過說真的 如果你找母親節 我是不敢告訴你說一定會找到 會有找到一些 但是我會建議你 可能用英文找的會找更多 因為畢竟這些內容還是來自國外比較多 來自國外比較多 所以你可以先找找看 那他 每點一個 可能得到的結果 會不大一樣 有沒有像這個高畫質的 主要高畫質他沒有 你如果用這個 有沒有發現找到不一樣 對不對 好那你在找找高畫質的 有啊 對不對 所以 盡量建議各位 關鍵字 除了自國中文外 英文的不要忘記的 英文不要忘記 真的可以找到比較多 那你可以點看 你看看這個高畫質的 我們可以看看 有的他確實有比較高 有的不見得有 像這個 這樣 其實就不見得有 那如果說你 這麼低的品質 其實來列應我們的海報的話 只要你說放不要太大 其實還可以 像各位你看到我們上面這一張 你看到我們上面現在這一張 這一張 這個面膜的有沒有 你知道那個人 這個 這個人解析度多大嗎 這個只有800而已 就是800像素而已 我可以印到那麼大張 就是還算可以接受 當然你拿去印刷我就不建議 我們一般的這樣還可以接受 就是一般印表就是這樣印出來的 還在可接受範圍 好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就可以找到 這樣會不會了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 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如果 除了這種CC的以外 如果 這裡還有一個就是 如果你比較喜歡日本風的 你就來這邊 找日本的創用CC 有沒有 這裡去找 當然這個你可以透過Google翻譯 對不對 好 你可以 透過Google翻譯 比如說我從這邊頂過去 那我就叫Google翻譯一下 不然我也看不懂啊 但是看不懂沒關係 你會下載就好 按右鍵直接下載 就好 OK 好 那這兩個 創作CC跟各位介紹 跟什麼搜尋網 之後 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 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這個 你剛剛找的那些呢 都是比較屬於什麼 就是 圖片的 一般我們講圖戶 就是 單張的 單張的 不管是下釀還是點針就是單張做好的 那 如果你要做合成 因為我們的海報的話 一定要做一些合成 對不對 很多好幾張照片 那 一張一張拼貼起來 雖然也是一種方法 但是很多時候 像我們剛剛看到那個人 我要把他抓出來啊 對不對 那你就要做去背 如果你懶得去背 最好 要會這個搜尋的方法 平常各位找關鍵字的話 那 這個是我部落格上的文章 平常各位找關鍵字的話 你都怎麼找 通常都一個自找嗎 通常都一個自找嗎 現在其實蠻建議各位可以用複合自找 複合自找 那這裡呢 有分點證跟向量 請問各位分得清楚點證跟向量差別在哪裡吧 點證的會有解析度的問題 所以你看 有沒有看過那個像 公車的外牆廣告 或者我們一般外面那個蠶來 對 房地蠶 很大的那個廣告 你都遠遠的看 還是近近的看 都遠遠的看嘛 所以看得清楚對不對 你如果真的很近的去看的話 你會發現那顆 那個每一個像素好大顆喔 很大顆 那種的就是所謂的點證 也就是點證會有所謂的解析度的問題 解析度的問題 所以 我們剛剛講的尺寸的部分 你如果真的太小 很抱歉 印出來就會變模糊 像你洗照片一樣 你真的太小張 比如說我只有1024x768 你要去洗那個4x6 老闆告訴你我不會洗 洗出來也是浪費 因為會糊掉 會糊掉 所以這個你留意 那向量的就是跟我們一般那個flash 放大縮小不失真 反正是點跟點失真距離 重新算一次就好了 那這個呢 你可以加上png跟sbg 這樣的關鍵字 如果你搭配png 他找到的就是以點證圖為主 那sbg呢 是我們html5以後標準的網頁上的向量格式 早期可能大概知道flash 對不對 但是flash並不是網頁上的標準 並不是網頁上的標準 所以你找這個sbg 他就是向量的 那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你可以看一下 比如說我在這邊 好我就來找 各位想要找什麼 什麼關鍵字 比如說我們找母親節 會有一些花嘛對不對 好你找個png 找圖片的 OK 那麼你稍微點進去看一下 點進去看 重點在於說你等他下面這裡跑完 等他下面這邊跑完 如果你會看到這個格子的部分 喔這一張很大 有沒有5474 5400多像素 蠻大的 我看一下這個會不會小一點 好這個比較小 可能比較快 你如果大家有看到他會有一個這個網格狀的喔 哇好慢喔 反正你就看到他就一格一格的啦 透明格子的 賽車格狀那一種的 就表示這張是透明的 png不見的每一張都是透明 但是這樣是比較有機會找到透明的 比較有機會找到透明的 你可以像這樣 那當然如果你要size不一樣的 你就按這個嘛 對不對 同一張我要不同size的你可以找 因為有時候我找到這一張可能是解析度比較小的 對不對 好你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再找到比較大的 那一樣的關鍵字我搭上svg 有沒有發現找出來比較不是那種照片式的 比較屬於像卡通式的向量式的 所以像這個點進來 這個你可以直接查看網頁喔 這個是svg沒錯對不對 那這個應該就可以 你就可以直接存下來 好就可以直接存下來 那預設的話像這種存下來之後啊 這種存下來之後 預設會跟我們的網頁做連結 所以你可能沒辦法 沒辦法直接做編輯 你點開之後他是不是用網頁開 對不對 但是你看得到 了解齁 但是我們影像圖裡面可以使用 可以使用齁 不管是點證的還是下面的就可以拿來用 這樣會不會用的 了解 所以呢 那這個部分是先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在找資料的時候 你可以透過創用CC 先了解一下 那怎麼樣去用搜尋的 那如果你在找素材的時候 就記得透過 png跟svg這樣關鍵字 待會我們再做就會比較容易 好 我這一段我就先到這邊 就先到這邊 還有一個